我們台灣這個美國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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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主義說穿的這個美國的總統總統這個競選 那川普當然是絕對是要連任啦 我相信他現在的機會看起來也滿大的 另外一個值得我們這個大家僑胞很關心的就是台灣的總統大選 我想從去年的九合一選舉之後台灣好像就已經直接切入了這個競選的模式 所以就是讓人家懷疑說這個政府到底有沒有在運作 這個就讓人家覺得很奇怪 那其中我想今天要談一點就是說 蔡英文前天她已經宣布她要爭取連任 那其實我們的節目在去年剛剛選舉完九合一剛剛選舉完 我們就說蔡英文一定會要尋求連任 因為在邏輯上就是這樣子 基本上第一個如果你不爭取連任 等於你自己否定你過去三年的四年的這個政績 第二點其實雖然很多人在講賴清德 我覺得現在民營黨跟當初2016年的國民黨很像 所以當初看到就是說敗相已成的時候很多人不敢出來了 我想賴清德自己心裡頭也有自己的盤算 現在看起來賴清德會出現的機會是越來越小 不過我們看到就是說蔡英文她如何的來爭取連任 也就是說現在的各種民調裡頭看來 蔡英文的民調都是最低的 可是她在很多作為上 比如說她選完以後 她行政院整個的改組 用這個所有的這個選舉裡頭 敗選的這些人 包括蘇貞昌包括林家榮包括這個陳其邁 他們都輸很多 輸得越多的官越大 我們常常講這個民主政治是要有一個責任內閣 那我覺得基本上現在看起來 蔡英文所組成的正好相反 她是輸的人來當 她等於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內閣 無責任的內閣 我想請教一下國民黨當政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嗎 不是嗎 不是 國民黨我們的行政院長馬上 但是國民黨官員都是一樣的人 我想請介入講一下 你怎麼看就是說蔡英文的這個用人哲學 首先呢 在選舉完之後 賴清德也 賴清德院長 已經達成他的承諾 他說他會辭他就是會辭 這是對 在那一次選舉上做了一個負責 那你剛剛提到了幾個case 像蘇貞昌院長 像陳其邁前委員 跟林家榮前市長 其實他們在個人的 過往的從政歷史上 我相信他們的成績跟他們的用心 是覺得絕對值得大家的肯定 那你也可以看到 我認為在蘇貞昌院長的新的團隊進來之後 其實是認真 然後也在一些重要議題上 講出了他政府的立場 單就輸贏來評斷說他們是負不負責任 我覺得這有點太單一了 不過建有是這樣子 那我再回歸到講 你這樣如果說 那我們選一個最 我們最極端的好了 那如果說一個在花蓮 他永遠都是國民黨贏的地方 那輸的那個人 永遠沒有辦法往前走嗎 我覺得不能用這樣的角度 在看這個事情 不過這是行政團隊 問題就是說 因為你當然今天台灣 到底是內閣制 還是總統制 分不清楚 那如果在內閣制的精神裡頭 基本上內閣制的首長 就是民意代表 就是民意選出來的 所以說你包括日本也好 你如果說這次選舉 輸了 你的內閣基本上 你就不能 不能再做這種行政首長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是否認 否定說蘇貞昌 或者是林佳龍 或者是陳其邁的能力 他們能夠在政團裡頭 待這麼久一定有 他本身的實力存在 所以我就覺得用能力 去看他們吧 表現好不好 就讓他這最後的時間來決定 那為什麼是 double standard 為什麼馬英九 做從我時代 那個行政黨被換了幾十個 所有的首長 都是被民進黨罵得像狗血淋頭 換了多少人 那為什麼轉過來以後 就everything's ok 不過這個民進黨跟 一定要比當只有國民黨跟民進黨 兩個黨派執政過了 我覺得這個 其實大家要注意一個東西就是說 所謂的總統直選以後 其實內閣是要做事的人 而不是說選舉輸贏 或者他有能夠拿到幾萬票 或者是不管他地方首長怎麼樣 事實上應該是要比較偏向 僱用專業的人 這一點才是真正台灣 將來能夠有前途的 這不就是馬英九的錯誤嗎 台灣是講究政治 你的身段落不落然 然後你的組織跟著對不對 台灣就這樣子 你馬屁拍得好不好 你有責任的人全部學者 全部都卡掉了 被罵死了 你看我們管忠明這個案子高生 你假如一定要講說 馬英九用會拍他馬屁的人 這是另外一回事 他沒有他用的人 都是負責任的人 動不動就請死請死 不過我想 你確定嗎 我想專業官僚是很重要 尤其如果說像建佑講的 我們就是說 中華民國他的體制 是偏向這個總統制來說的話 那更應該這些行政首長 應該更是專業 更應該是專業 尤其是許越講 我們現在都知道 面臨一個很大問題 這個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外交部他們就面臨一個 很大的這個壓力 我相信所有在海外的這個外交的人 都已經承受這個 你說外交部壓力很好 在培養這種三十幾歲的那個 口藝哥不是嗎 這樣子很高興啊 我懂你的反諷的意思 我們在這邊協調出的人 很好的人選 可是我們覺得就是說 這個一個國家其實要往前走 我其實在別的場合也談過就是說 台灣現在真正的問題 不是說誰當總統拿 或者是哪個黨派得勝 而是台灣沒有在教育方面 有一點前瞻性 我們現在整個台灣就只是說 你剛剛講的 一選完跟著就要想到 2020年大選了 現在整個台灣就變成瘋狂在這個東西 所有的做的事情都只是想說 我能不能再連任 或者所有想做的事情都是說 我能不能夠保住我的權利 川普不一樣 這個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有民主國家的 都一定會走向這樣 那我不懂 大家從選舉中間 去提出好的政策 來新一選 假如是這樣子我們就不會來美國了 假如美國至少還有一點這個 十年二十年 美國是這樣 美國至少總統權力獨大 總統獨大 那剛才講到這個 我相當程度同意登陸兄說 我們有所講的 現在其實民進黨很多程度上 都在破壞這個原來的文官制度 這裡面有 就講這個外交體系的事情 我們就講到口譯歌 不是 我現在高血壓 你不要激怒我 不是 我很生氣 聽到就 因為那些自殺的 我們大阪的處長 做了三十幾年這一輩子 他的那個等值 還沒有這個口譯歌高 因為口譯歌 馬屁拍得好 寫文章 投報 忠孝這個 忠孝隊的黨 當年如果我寫信去忠孝國民黨 說不定未開口譯 馬屁 你說 他的英文他口譯 他口譯英文嗎 馬屁 你說 他口譯英文嗎 他口譯英文嗎 不不不 我抱歉 我可以唸它嗎 對 這正是我要說的 請 只要是自己人就對 我前陣子 你如果看到他 他這個 說的外交部都很不爽 OK 對 這些職業的典孝人 破壞體制 他就不是一定要用文官去使用 他就有空間 有空間 我認為在現在台美關係 這麼重要的時候 有一個兩方美台 都認定的人 可去坐在那個位置上 美方誰認定他了 大家可以回去參信 我現在沒有辦法 那憲又照你這樣 對 自助也很多人都出來挺他說 對 他坐在那個位置上是OK的 那是事後嘛 憲又 那這樣說的話 那整個中華民國外交體系 等於就是說 無文可用 NO 這個位子無文可用 要效忠黨的 而且我覺得 所有 政黨政治的往前走 就是在你可以運用的那個位置上 我覺得放在一個 如果是我 我覺得我這樣使用上 我覺得一點都沒有問題 如果反正是國民黨這樣子還得了 被罵翻了好不好 外交部長就叫台了 外交部長 國民黨 外交部 NO 外交部延續 外交部現在用的人一直都是培養出來的 經過特考 一步一步做出來的 政務官體系有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還在那裡 從謝志偉到謝長廷這種這種人 這種人渣他們都能派出來 要不要臉 講話不要這樣講啊 不是很丟臉 丟有國耻 我跟你講 謝志偉在德國做的表現 其實很多人是讚可的 好不好 很多人是 誰是很多人 那永遠這樣討論不完 你讚可我不讚可 我們系統裡的外交官 我告訴你 站在外派的那個人 本來就是政務官的任命嘛 沒想到 沒想到這個口義哥事件這麼久了 在我們喬治還能夠這樣子 我沒有談過這個事嗎 沒有啊 沒有談過 但是沒曉得大家心裡頭一定都有很多話來講 不過你如果看過口義哥 我稍微插一下嘴了 看到口義哥他接受這個採訪 其實口義哥他就是一個像我們這個 美國長大小孩子的那個吊吊 他的英文等等都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今天重點就是說 他英文好就可以坐這個位置嗎 當然不是 馬健的英文絕對比他好 我覺得我的中文比他好 馬健英文絕對不比較好 那是他的台語很好嗎 是 他絕對不會講台語 那你說人脈關係 我們不要講中央 我們講地方 馬健在地方的人脈關係 美國的台灣的也好 各處的也好 他的關係也很大 但是馬健能不能坐這個位置 本來還要給他做最美的副代表 好 這是另外一點 就是說你給美國做這個副代表 那請問現在目前在位的兩位副代表 他做何感覺 情以何堪 對 他做何堪 分鬥了三四十年 雖然現在華盛頓副代表 當初從修士頓調升以後 雖然我對他很有意見 不過再怎麼說 他是文官體制裡頭 我就跟你馬你要效忠對 現在台灣就是看你是什麼顏色的嘛 就是剛剛講的系統 沒有建設性 我跟你講 it's okay 我們在美國講得很輕鬆很開心 台灣一樣的道理 權力在這幾個手上 慢慢被玩掉 二十年後的年輕人會回來怪我們 制度還是重要的 某種成分 現在沒有制度 管中民的案子還不夠嗎 管中民的這件事情還不用再 我們還要再提嗎 What does the showcase What does the showing 如果今天要回顧到我們再講外交 民進黨比共產黨還狠 這講太遠了啦 OK 蔡主席 整個大家可以看到在一月份之後 所有的外交體系 各個國家在他們在臉書上的使用 其實都有一點都比往年更活絡 那我們從去國會跟議員拜訪的時候 我們也很明顯感覺到 在蔡英文政府在執政的時候 在外交上是確實有在努力的 我去問國會議員的助理的時候 他會跟你說 那個你們外交人員前一陣子才有來 我們才討論過什麼事情 你可以感覺到那個是 對於這個國家 對於外交是有在努力的 我也問過 我也問過中間的 我在講 我也問過中間的外交人員 他們其實也是對於說 現在的政府在努力為台美關係 在努力 我覺得是有在努力 絕對有在努力 那就跟口一哥沒有關係嗎 那口一哥還是回歸到我剛剛講的 他那個位置 本來就是可以政治任命的 如果大家要去討論 你可以過往 也許都是我們尋管理 如果要政治任命的話 我強力推進我們馬健去做這個位置 那你可以去推薦 那當然我不可能會出賣主權 但是你不是 我不可能會認賊作福 不可能 我不會寫信去投報 投靠說 哇這個國民黨外來政權 你們這是外政權 不可能 做人做事 我跟你講 是不是外來政權可以討論 外交部 外交部 我這是親身體驗的 過去這三行來 從我的親戚也好 父子輩 外交部 過去從中美斷交 為中華民國 為我們這個僑胞 一直沒有斷過 很努力在做事 都沒有斷過 他們內部的不滿 我心裡很明 我們沒有講 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破壞體制 這個空降 在美國 這是不可能 你可以 直接派他做大使 你可以 官派大使 你派這個小子 就做大使 你不要派他做主媒代表 他就是一個政治組長 本來是要做副代表 不是 一直都不是 後來不敢 一直都不是 這會不敢 還是被罵掉 但是你看多狠 被罵到講 照樣 還是一樣派去 馬上這種時代 你敢嗎 被罵死 你們也沒有要聽 我在聽 怎麼會有聽 我們講的離題 來 那我們再來講 就是說不管怎麼樣 蔡英文整個的用人哲學 至少在當前 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套一句 柯文哲市長的話 怪怪的 這個不管是從責任內閣的 這個角度來說 或者是從這個整個文官 提示的角度來說 那當然蔡英文在這個元旦之後 因為跟這個北京方面 跟習近平 習主席之間的 這個對話 這個隔空對話的結果 他的民意整個的 好像有回升的 這個情況 我把它形容過 形容做的是 從去年的廢墟裡頭 站起來了 那其實剛才我們講到 為什麼書越多 關越大 我跟大家講我的觀點 我的觀點 我認為基本上那是 蔡英文在收編 是 黨內她所有的對手 她為什麼到昨天前天 她會在這個時候提出 她要連任 因為基本上她收編已經完成了 對 然後 她收編 因為 因為在我看來 民進黨這個黨 跟這個教父裡頭的 五大家族 這個很像嘛 不是還登報連任 叫她下台嗎 新潮流好像是那個 Kaleon family 對 可是上月不才登報 她下台嗎 是 你看我們的 我們的行政院長在 那個時候還在提說 他就是下任的行政院長 那時候 蔡英文還說 我根本沒有要提名她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 權謀啦 我講難聽一點 我想蔡英文主要的盤算 還是要她要競選連任 是 就像你講的 她要收編這些人 所以基本上收編完成了 然後 而且很重要一個時間點 你要注意 剛剛通過一個同婚的 這些法案 她先要 蘇貞昌這個 背上這個十指甲 背上這個責任以後 她才要宣布她選總統 因為她跳不開了 蘇貞昌就被她綁住了 我來講 蘇貞昌從她過去一直以來 她對於同婚的立場 從來沒有變過 這個不叫做 請她背這個十字架 這個是在 你會不會覺得說 蘇貞昌這個時候提出來 在害蔡英文 沒有沒有 她本來就應該要在 那個時程裡面 就是要提出來 那就提出一個 按照大法官釋憲後 但是又要符合 民意基礎的這個法案 那就行政院提出了 也經過很多黨內立委的討論 那就提到 立法院院會裡面 大家在做更深入的討論 那就是符合民意 這個法案用一個 所謂的民意 其實在公投的時候 已經被證實過一次 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東西 是同意的 在美國 你必須要尊重公投的結果 尊重了 因為那個是最新的民意 它並不是去修改民法 就是設立一個專法 這是硬掰了 這是硬掰了 你大家去看那個公投組文 你是不是希望用 不用民法 第一個是用民法 設定亦男亦女嗎 再來第二個是說 是不是可以立專法 給同性戀者使用嗎 那現在就是我們 在立一個專法 給同性戀者使用 結果當初在推說 反同婚的這些人 現在又要跳出來反對 到底在反對什麼 我們就是按照 大家提出來的 民意的結果 然後跟符合釋憲的結果 做了一個綜合嘛 那現在就是 一案子就提出來 大家來能力 這個絕對不是 對 如果說 對 法律的問題 我們在這裡 因為我們也不是當時 我們就不去深究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如果說 同婚是經過公投的結果的話 那核電 一樣的 整個公投出來 為什麼現在好像 民間黨依舊在堅持 他這個所謂的這個 綠燃政策呢 以核養綠 有沒有綠 本來就沒有綠 在十六案 他提出來的時候 本來就是這樣 然後呢 我們現在去看到 新北市政府呢 在朱立倫時代的時候 就跟你說 我們核廢料 沒有最終儲存廠 那請問 我們要怎麼往下走 經濟部也提戰能源局 他提出說未來的走向 那你第十六案 十六那個公投案是說 你是不是同意把電業法的某一條拿掉 那一條的法拿掉是說 你是不是贊成逐年降低核電的比例嗎 那拿掉那個 確實拿掉了 那現在不過才經過兩個月 那未來的能源政策怎麼樣 我不認為是單純就 這個方面就可以去處理嗎 你核能問題 在台灣遇到最大的問題 是你核廢料去哪裡 核四 這個核四還能再蓋嗎 它在那個位置上 到底還適不適合繼續蓋 然後再回歸到最深的問題 是台灣適不適合 適不適合擁有核電廠嗎 換一個政府就解決了 那就來吧 那你沒有錯啦 那你台灣對於核能 但是擺明台灣現在就是用電量 用電量是越來越多 如果你國家要發展 用電是絕對是最大的問題 那如果說核能這麼危險的話 坦白說 現在在中國大陸沿海的核能廠 包括在福建 包括在據我了解 在福建 浙江 廣東都有核能廠 你偏偏要用中國嗎 最接近 最接近台灣的這個地方 最接近只有100多公元 可是你偏偏要用中國做這個例子幹嘛呢 沒有啊 你的意思就是說 用日本至少比較接受 不是 你不要插嘴 重點就是說 如果今天在台灣的核能電廠 是有危險的話 實際上你今天在中國大陸沿海的這些 照樣會形成威脅嘛 那如果說今天 那重點是說 你不能去阻止人家去蓋啊 那如何來做這種安全的防護 是不是說兩岸之間會要有一個 溝通交流的一個管道呢 你要蓋核能 你還要去請教中國這個差太遠 不是 我是說人家一直在蓋 人家一直在蓋 中國做一個集權制度下 我們為什麼要去相信 他覺得他蓋核能是已經 不是 如果今天他 兩個都講不一樣的事情 如果今天他發生災害的話 台灣躲不掉 為什麼台灣不去講 那為什麼台灣在北部所蓋的一個 離南部可能三百公里的地方 大家在怕 就是說你今天怕到底在怕什麼 事實上核能是安全的 我們休森不遠的地方就有核能發電 德州有好幾個核能 然後美國是40% 那不是這個議題 不是說是選民來決定安全 或是誰操作 因為你兩邊都有支持跟反對的 你來解釋 Let me explain Let me understand why 我們講的是不一樣的事情我覺得 大家討論的是不一樣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台灣對於核能電廠的恐懼感 到底從何而來 好 如果我們不蓋核能電廠 是不是供電就不夠 台北不常常斷電嗎 目前眼前才是這樣 常常Rowing Blackout 當然是這樣 每年的備載率多還是在怎樣 那台北不是Rowing Blackout嗎 我親戚我們家裡是 就是我靠 民進黨執政停電停電 然後中府裡面上班 大家不要都靠感覺來生活 對 其實真正停電的次數 並沒有比較多 那我覺得就民進黨政府 我在於能源政策上 我個人比較肯定的是說 他就怎麼講 他政黨的他的政黨價值 大家在一個 比如說空污嚴重的情況下 民進黨還是很努力的想要去把它改變 比如說從原本的燃煤變成燃氣 然後燃氣或是在綠能的風電上 或是太陽能都有在努力 但是這個努力不可能說 我突然一覺醒來 火力發電不用了 那我想這個是任何一個黨執政 他都會去做這方面的努力 因為眼前台灣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你如果不再往這邊努力的話 要不然就是電不夠 要不然就是空氣汙 台灣其實在供電上 我問過一個滿專 在做環保議題的人來說 其實台灣還有一個問題是說 很多電都是用跨距離在送 其實是消耗掉了他原本可以有的那個能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能源議題 下一個可以討論的 是我們怎麼樣避免這個 避免這樣子的流 在transporting的時候出現了減少的部分 好即使是像這種民生議題 大家都這麼關心 我覺得蔡英文好像在選舉當中 他現在唯一的一招就是 極其兩岸的這個對立 因為極其兩岸對立 似乎比在花這些時間來談這些民生議題 來得快 馬上見效 我們就看到他跟這個 習近平之間的一番隔空的爭執以後 他整個民調就起來 這個登陸兄你怎麼看 就是說現在 當然很多人說這次的選舉 2020的總統選舉 其實可能是這個 螳螂捕蠶 黃雀在後 但是我現在看起來各種民調來看 這隻蠶應該就是民進黨的蔡英文 只是說後面的螳螂跟黃雀 到底誰是螳螂還是黃雀 誰是黃雀 到底是柯文哲是黃雀 還是韓國瑜是黃雀 這等一下我們再來討論 那你怎麼看就是說 蔡英文他要爭取連任 他不論是他在用人方面 或者是說在議題的挑選上頭 他所用的方式 這次他的阻隔 我覺得對蔡英文應該是一個傷害 對他的連任更是一個傷害 你認為是扣分 是扣分 因為台灣的老百姓 其實心知肚明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這個 不是傳說 而是大家深切體會到 很多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做了地方首長以後 他們的第二任 通通都貪污 通通都用他們的私人用貪污 所以其實老百姓用選票已經告訴民進黨了 他們不希望 國民黨再拿出來大家比一下 我們不希望他們在做 沒有一樣的 我也不是國民黨 我也不是國民黨 我現在講就是說 老百姓其實還是眼睛亮的 他們知道誰拿了好處 誰拿了不好處 尤其地方選舉 那是更明顯的 好 所以這次才會說 讓韓國瑜有這麼一個機會出來 是 那我想問一下建勇 其實這個去年九合一選舉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基本上大家 就是說整個的民間的氛圍 就是說經濟必須要提升 那但是我們看到 等於說這個選舉的結果 就是對於一個 蔡英文執政裡頭 在經濟上頭的政績 是打了一個這個不及格 那你現在他要2020要競選了 你認為說他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他 他基本上就在打這個兩岸牌 那當然兩岸牌也是總統的職責 沒有錯 他基本上在打兩岸牌 在打國家定位牌 你認為這一招 對於蔡英文拚連任 是有效的嗎 首先我現在要說 說 刺激 用蔡英文刺激中國 這個命題點出發是錯的 對 因為是習近平先提出了 所謂的九二共識及一國兩制 台灣大多數的民意 是要接受英國兩制嗎 我相信不是的 那如果民意選國家的總統 我打岔一下 那問題是說 北京方面提出了一國兩制 已經提出了四十年了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 你會認為說 習近平呢 今天在一月份 習近平主席一月份的時候 他就明明白白的定義 告訴大家說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有啊 他已經 你回去看那一段 他就是定義說九二共識 接下來就是要一國兩制 他就是在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沒有台灣 或者是沒有中華民國的生存空間 這個是事實 好 再來呢 如果說我們不是要走向一國兩制 就是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的 這樣的情況下 民選國家的總統 站出來抵禦霸凌 做一個立場上的 踩在那個部分 我覺得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這不是什麼刺激 只是把我們大家 希望自己做自己主人的底線 踩在那裡 如果這樣就是刺激 那還要談什麼 那去年的選舉結束以後 擺明大家認為說 因為韓國瑜提出了九二共識 好 那九二 那基本上九二共識你可以說 如果依照民進黨過去的邏輯來說 這就是新民意嘛 你可以說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蔡英文當選的時候 新民意說 否決了九二共識 那是不是可以說十一月份的 九合一選舉 是九二共識的再復活 因為大家認為說 兩岸之間的這個交流 或者是經濟的往來 還是非常的重要 甚至於它高於 目前大家在這邊空口說白話 不管是說台灣建國也好 或者是說這個制限也好 修憲也好 這個離他們太遠了嘛 習近平有沒有講說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我相信 基本上是沒有 我相信是沒有 然後這個我們都可以再查證 可以 我能夠百分之百確定的 唯一講說 一國兩制等於九二共識 這是蔡英文是有公開講的 那台灣的選舉 算是一個測量表 就是最新的民意 就是說九二共識這件事情 是可以談的 我相信在大多數的 台灣的居民的心理 就是說 所謂的九二共識 這是可以來討論的 那同樣的我相信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 也都相信一國兩制 在台灣是沒市場的 包括在座的所有的我們的 包括甚至台灣的人 都覺得一國兩制是失敗的 我們都認為是失敗的 不可能的 不可能 因為香港的結果 已經被我們看到 絕對反對 沒有人會這樣 更不可能有人認為說 一國兩制就等於九二共識 這一點也是我覺得 蔡英文講的話 只是為了要她競選 臨任挑一個話題而已 就是主持人剛剛講的 是刺激為目的 也是為了刺激爭取她的 誰還是爭取選票的問題 事實上九二共識 大家 老百姓的心裡就是說 我現在上節目的時候 把習主席那段話 我在這邊唸一次給大家聽 如果有他講的是九二共識 後面就是講一國兩制 那我想習主席會很高興 你幫他堅讀 我們比較在乎是台灣的這個 重點是他就已經這樣講了 然後你還要去 你還要幫他解釋說 我的九二共識 不是一國兩制 這不是不對嗎 我相信我只是說 大部分的台灣的這個民意 是說九二共識跟一國兩制 是不同的東西 我只是這樣子講 我沒有管制 民意跟事實 我們現在討論事實 九二共識 習主席就是定義告訴你說 我的九二共識 事實就是說 韓國瑜在競選當中 提出他支持九二共識 而他獲得了大勝 那這個是 可是在高雄 那基本上不只是高雄 其實是 絕大多數 絕大多數 我不認為用他的勝選 在定義說九二共識的大勝 我的連結不是這樣的 那一樣嘛 所以說 但是你今天北京方面 所提出來的一國兩制 是他的方案嘛 對 他的方案嘛 那台灣為什麼不能主動 提出台灣的方案 為什麼可以 台灣可以提出 台灣要有更好的 那比如說 我就經常在想說 我們是獨立的國家 奇異民主席曾經 在他那個談話當中 他說 他希望看到兩制的台灣方案 那我請問你 台灣為什麼不能提出方案 如果台灣提出方案 如果今天 如果我今天提出方案說 台灣的方案就是 中華民國憲法 請問 台獨派的人能不能接受 你問我嗎 他又不是台獨派的人 台獨派也分很多派啦 我認為照現在來說 只要中國可以先承認 台灣是一個國家來談 這是最重要的前提 那如果是 中華民國是個國家 能不能接受 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很多人不能接受 那是很多人嘛 那是一部分的人嘛 那中華民國台灣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上次在節目中講過 台灣本來就符合 所有國際法上 國家的認定的事實 不在聯合國裡面 有很多因素在裡面 不管是這個名稱也好 或是中國打壓也好 那這一次的 蔡英文競選連任 最後的一招 他要不要來自選 乾脆就改了吧 因為你現在 不要再一天到晚 中華民國台灣 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是台灣 其實這個對於 對於很多的選民 大家會覺得很煩嘛 我講2016年 那時候 蔡英文在競選總統的時候 他來 Houston的那一趟的時候 他明確的表示就是 他的維持現狀 是維持台灣 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現狀 這是他一開始 競選的口號就是這樣 他並不是打著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國家 因為在民進黨的黨綱裡面 其實已經明明白白的認定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是不是要證明 或是 接下來往一步 你說修憲也好 制憲也好 那個是一個長期心 要努力做的事情 不是說我現在喊個制憲 制憲 所有台灣國家 大家要做改變的時候 一定要跟世界情勢作為結合嗎 美國全世界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還是要去探討 那沒錯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說 你在這個台灣建國沒有辦法成立之前 你卻一方面在摧毀中華民國 那我想 那你一方面摧毀 你一方面沒有建設 那怎麼辦 現在蔡英文的立場來看二十年 他往二十年看 其實他是最維護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這個立場 你認為中華民國還存在嗎 在民進黨的執政之下 不是 我現在很困惑 我很難過 因為我們大家都 大家都是心細的台灣 對不對 台灣我們對政治人物 我們講叫負責任 剛剛講負責任內閣 我們每次談到政治 我們講現在是當權的 我們有一個媒體 去監督當權的 不管是藍綠白 對不對 或是每次都要提到 跟中國有關 我們絕對反對共產黨 絕對反對一國兩制 絕對反對統一 絕對反對一國兩制 絕對反對統一 OK The rest is between us between the citizens of the Republic 和中國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 他說我們談到這個 每次要提到北京 提到習近平 然後提到變成 變藍綠之爭 我覺得其實很悲哀 因為說到責任之爭 這個政治人物 有沒有擔當 去對負責 對你的選民 對台灣人民的 對中華民國 要好長期 而不是為了換取 下次的選票而已 我告訴你馬屆 我告訴你馬屆 在海外的僑胞 今天還會在 雙直國慶的時候去升旗 會在元旦的時候去升旗 我告訴你 這些老僑支持的是中華民國 各位 這些老僑馬上就死光了 我說很難聽 年輕人誰管 但是現在就是 誰在乎台灣 誰在乎台灣 沒有人 但是今天之所以 很多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他還支持的台灣 其實是因為這種 中華民國情感的轉移 沒有他們老一代 哪有今天現在的華人劍一代 沒有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 那個beacon 那個民主的燈塔 抗日 抗共 反共 帶著這個國寶 把中華民國 台灣這個日本的這個 二德公民做起來現在 擺明現在中華民國快要不存在了 這個登陸兄你怎麼講 抹煞 就抹煞這個 國家的名字我相信是可以改變的 不是叫做他 改了名字就叫做不見了 不是 沒有人去投票 沒有人要改 是中華民國憲法的問題 是中華民國憲法的問題 憲法 憲法 憲法問題 中華民國憲法 本來就不是屬於 那個憲法 就從那一塊大中國的地方 把它套在台灣使用 本來就不對了 這一點我沒辦法認同 美國的憲法 1781年 是不是 1781年決定 那個是從美國本土建出來的憲法 所以就是13州 這部憲法 並不是台灣本土的人 去決定要用這部憲法的 那你這樣說 德州為什麼不自己有德州憲法 德州可以 德州有在 當初美國在13州家 也不是德州 當初自己憲法的時候 德州都還不是美國 對啊 而且當初台灣怎麼講 大家都說台灣是日本的二等公民 他要去支持 他怎麼去把建議 我覺得這個沒有意義 我覺得這個沒有意義 對於很多的台橋來說 中華 國民黨 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之後 對於很多台灣人來講 他們才是二等公民 我們可以講二十八事件嗎 這個被這個白色 然後再來 這個歷史被襲到 很多的政府機關 當初在任用的名額上面的時候 他就明顯的 在偏旁的 在偏旁的 所有非台灣省級的人 當然 對 那才叫做資本公民 毫不公平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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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橫公路所付出的 不能一竿子打翻一傳人 沒有 谁反共 谁有去流血 有谁去从日本里面赢回来 谁 did it 我们回到一个话题 就是说中华民国宪法 其实我刚听你讲说 一定要改 其实这个东西 有些东西就像主持人提的 美国的宪法当时立宪法 也是没有cover整个五十一周 并不影响美国强大 我现在讲的是说 台湾这个地区 我们现在就是说 谈的就是台湾地区 我们做什么选举 不要光光为了统独而来选举 我们应该谈的是 台湾的前瞻性 台湾的教育 台湾的民生 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当年十大见识 蒋靖国 对对对 扎老东 李活鼎这些人 对不对 孙玉璇这些人 不过我现在讲的 就是说很高兴了 今天我们这个 曾经支持台独的人 也能够考虑要接受中华民国 这对我看见是 蛮高兴的事情 我跟你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的看法 就是说我们在美国待蛮久的 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台湾的要生存 我讲的不客气一点 还真得要美国的帮忙 我不是说美国的认可或同意 我不是这个意思 美国其实也是很精算的 台湾的民意也在变 台湾就 我不是要一定支持韩国瑜什么东西 可是韩国瑜能够在这种状况之下 得到这么多民意的支持 这是某种的讯号 而且在美国高度的介入之下 对所以美国 美国并没有要支持韩国瑜 我们都不客气 已经非常明显 其实很明显的 所以 你在选拳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的 他再三强调民进党在高雄做得很好 结果老百姓是投另外一边 所以这就会发生一个 就是说为什么韩国瑜要来美国被访问 这个其实都释出很多的讯息 我刚刚想讲就是说 美国的立场 我相信有一个中华民国 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 对美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你刚刚解释说 一定要把这个领土更改什么 那个还真不重要 在美国心里想说 你中华民国的领土包括大陆更好 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并不见得希望看到那个更改 所以我想美国也释出一个 非常明显的讯号给蔡总统 说对不起你们台独的公投案 绝对不可行 我讲的那就是再明白了 那已经是非常明白的解释 换下这个意思就是说 中华民国宪法并不是一定都是坏事 说不定要美国的支持 说不定符合美国的利益 其实这个东西搞不好到最后 大家都会发现中华民国四个字 是我们的全台湾人民的最大公约数 就是这样 我只想讲这一点 我想这个很多很多事情 我想就就就像这个登陆是有想的 我想今天很刚才我们提到一个 因为马上就228了 其实我们要想一想 当年共产党怎么样在中国大陆崛起 实际上 他是在借由这个地主跟这个变农 农民之间的一个矛盾 在这种矛盾里头挑起这种矛盾 让他能够章起的 但是在那个时代里头 地主跟农民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冲突 还是说他刻意的去扩大这种 放大这种冲突 现在很多人认为 他是刻意在放大 因为可能能够制造这种宣传效果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当年其实大家都穷 即使是地主他还是穷 只是说大家在穷当中 有一个比较不穷跟比较穷的 在挑起这种 那我经常觉得说228事变 228事件 它确实有很多的台湾人死伤 包括了外省人 但是这是不是就是外省人 跟本省人之间的冲突 或者是说这只是政客 刻意的用放大镜去 把它挑起了以后 才造成了今天这种情况 对 我们小时候在国外 我六岁就出国了 那时候 没有人说这里是外省本省 就是 我们在中国 台湾 他都是一加七小时候 长大了反而说 分什么外省本省 又把228挑起来 228这是fact 这是fact 这是历史 历史是黑白的 你不能去扭曲那个fact 我们永远不能认识 马英九已经道歉过几万次的 但是你用这个做政治手法 用手段 不过the point is this 大家我们这里 阵线是一样的 都希望中央美国好 希望台湾好 That's all 但是我们的祖先也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情感也好 但是说很难听 我的小孩跟我的下一辈 Nobody cares anymore Nobody 民进党不管是谁 不只是民进党 台湾的政客蓝绿都很烂 他们这样子搞下去 只会增加北京统一的合法性 因为民众只是 Economy stupid It's the economy 当没有犯罪的时候 大家往北京靠拢 我们最怕的 我最不意见到的 就是我们被统一 或是一国两制 That is not acceptable 这就是为什么 It's not acceptable 对我来说 我每一年都要谈 都要在228这一天记录的原因 是因为228的本质 是在谈论的 所谓的叫做转型正义 为的是让台湾人 几乎所有人都应该更去了解 那个时代的背景 那个时代的历史 请问OK 我现在先请问你 我们先定义好 定义好台湾人 什么在当时的台湾人 包括在台湾 只要是在台湾的人 都算是台湾人 是 对 我认为是这样 所以并不是外省人 跟北省人之间的冲突 不是 现在已经 那个是正 那个是一个 我们现在回归当年 那个是我认为一个极权的政权 在欺负老百姓的一个动作 然后因为的228之后 228 我身边我知道有很多黑名单的人 他228之后延伸的太长 这个世代的伤痛在里面了 精英无缘无被抓被杀 家人害怕的 我都还看得到那些228 跟威权时代的阴影 在很多人的身上 都还是存在着 为什么要去谈 这跟消费一点都没有关系 是我们能不能让集体 对于因为这个事件的重视 而去思考说 我们台湾未来要走向更民主 不要再走回威权体制 不要再经历一次228 不要再经历一次白色恐怖 那问题就是说 当年的这些精英的后代 今天绝大多数都已经当权了 其实它也就是一种 民族制度的一个转型 实际上已经用最现实的方法 来转型了 事实上228跟后来延续 很多年的所谓的白色恐怖 就要大家用这个字眼都可以 其实死伤的人 并不只有说台湾的本土的人 所谓当年的外省人 其实也有很多人死伤 甚至只是很不幸 去到台湾的外省人 都是单一个人去的 他死以后没有人知道 没人知道 根本没人知道 Nobody cares anyway 对 也没有人 care 所以就是说 他朋友那么大的福气 说他就家人 不过今天有一点我同意 基本上在那样子的一个时空底下 是一个就是说被统治的人民 对于这个统治者的一个反抗 这就引起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时间不够 台湾28不能这样想 我希望就能回来 我们可以坐下号台湾28 因为28这些年来 有太多的missinformation 太多被政客利用 两边都在操作 这只有一个事实 这种好人怎么调起来 都是说facts 我们看美国人写的历史 Go to Washington DC Look at the facts from the US 中立的国家来看 说他们写这些事情到底怎么样 两边诚释的都是太多 too much extreme 28事件我们不能去抹杀它 不能去 不能说去把它变得不重要 不过马前我跟你讲 真的就算美国写的历史 我也要报前遗 包括共产党里头 也有很多的这种 28事件的一些事 他每次来都觉得被围攻的感觉 都是他有很多facts 他很多facts 然后大家都很激动 都讲得很开心 That's good But does it really mean 我们的goal是一样的 We have the same goal 我真的也是希望说大家往前看 就是说台湾要 真正要强大 才能够生存 不过我的立场 我的立场倒是说 我是觉得台湾不需要困在 就是说这些 不要困在统队 困在这些议题上 这个是我觉得 这个是我觉得最可惜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正面的面对 就是说北京方面 所提出来的这些proposal 没有问题 我相信民众今天之所以 会有这种恐惧感 是因为执政的人他不敢去面对 久而久之 就包括从过去国民党开始的 从两讲开始的这种 这种汉贼不两立也好 或者是整个一路的政策下来也好 让老百姓不敢去认真面对 其实你今天执政者要有这个魄力 正面的去面对北京 就是说你北京今天不管你提出的是 一个中国也好 一国两制也好 九二共识也好 我们大家都可以认真去面对 而不是说我今天躲起来 自己里头的人在那边吵架 你吵来吵去没有用的 好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谈更多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各位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